社会大发现快乐无极限 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库克云 今天我们的学习主题是 认识乡镇市区的多元样貌上集 今天的学习重点有两个 首先是能够了解家乡多元的居民组成 还有能够明白家乡多元的饮食以及服装文化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多元的居民族群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有许多不同族群的居民共同组成 由于长久的生活在一起 现在大家都是一家人咯 有些居民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居住在这里 我们称呼他们为原住民 有部分的原住民住在高山 部分的原住民生活在平地 不过现在呢 几乎在平地上是很少看见原住民的踪影了 台湾总共有16族的原住民 每一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服饰 衣食文化以及宗教庆典 有些居民则是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 大约在200年前 他们从中国大陆的福建省 广东省来到台湾 明清时代的移民们 搭着小船来到台湾开墾 从此定居在这里展开新的生活 是目前台湾人数最多的族群 还有一些移民是民国38年前后 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 成为家乡的一份子 他们大多数从事军人 公务人员或者教师等工作 随着交通的发达 经济的发展 家乡出现了更多的新移民 什么是新移民呢 它指的是刚刚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 或者地区的人士 目前家乡有许多居民 因为结婚而来到台湾 比如说伊越南、印尼、泰国、东南亚 等等国家的居民 我国的新移民人数 已经突破50万人 成为生活上的新族群 在我们的家乡中 还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士 他们因为求学、工作、结婚 等等原因来到台湾 人数虽然比较少 但也是家乡的一份子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 会把各地的文化带到这里 形成多元的生活面貌 不同地方的族群 通常会有不同的语言 饮食、生活习惯 以及宗教信仰 比如说中文的 抱歉 英文会说sorry 明南语会讲silē 日文讲sumimase 各个地方的语言都不相同 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 认识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 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多样化的语言 在生活中 我们除了国语之外 还可以听到闽南语 客家话 原住民语 以及其他国家的语言 从一个居民的语言当中 我们能够了解其中的文化 举例来说 闽南语中 表达谢谢的语词 在台语就可以讲 lola dosa 感恩 感觉 以及感谢 表示这是一个重视礼貌的族群 在国语还有闽南语中 对情绪关系的分类 也比英文仔细很多 国语中 爸爸的哥哥 要叫伯伯 弟弟要叫叔叔 妈妈的兄弟 则称呼为舅舅 英文中 不论如何 男性的长辈 一律以 安口来称呼他 在泰文中 女生使用的谢谢 还有男生使用的谢谢 发音是不一样的 对长辈 平辈 晚辈 表达谢意识 也各有不同的用语 不能混淆 新移民们 因为刚来到新的环境 所以对台湾的语言 还有风俗都不太了解 无法立刻融入当地的生活 有些来到家乡 不加久的新移民 会在政府机构 或者公共场所担任志工 为同乡们翻译 解说相关规定 小朋友如果在公共场所 遇到需要帮忙的新移民 也可以带他们到服务台 寻求帮助哦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 丰富的饮食内容 不同族群 有不同的饮食习惯 原住民 使用小米为材料 制成了阿伯 其实这和我们的粽子很像 都是在粽叶当中 包入了米饭 家乡的居民 有些喜欢吃米食 有些喜欢吃面食 灯阿米 肉辣烹 还有各式各样的热炒 都是台湾的传统美食 香港来的居民 带来美味的港式烧辣 还有各种的烧麦 点心 除了港式萝卜糕之外 叉烧酥 也是很好吃的点心哦 因为国际的频繁交流 家乡随处可见各国的美食料理 各式各样的汉堡 薯条 沙拉 奶昔 都已经是常见的西方美食 披萨 意大利面 也是很受欢迎的西方食物 这些食物 在家乡早期 几乎是吃不到也看不到的哦 还有各种美味的寿司 剩余片 味噌汤 代表的日式饮食文化 已经在台湾生根发芽 随着新移民的到来 家乡也出现 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料理 除了越是榨春卷 越是海鲜盒粉 牛肉盒粉 法国面包 还有更多的料理 等着我们去品尝 酸酸甜甜 又带点辣味的泰国菜 也很受欢迎哦 原谅虾饼 柠檬鱼 都是他们的招牌美食 家乡还有许多 来自世界各国的料理 丰富了台湾的饮食文化 不论是家乡的传统美食 或者英国风味的食物 美味的料理都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了更多乐趣 丰富家乡居民的日常生活 下一个让我们来认识居民的服饰 家乡居民目前常穿的衣服 大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T恤 洋装 衬衫 都是来自西方的服饰 客家人的传统服饰则是朴素的蓝布衫 不但耐脏 而且实穿 色彩前沿的花布也是他们的特色之一 台湾原住民中 每一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 不论是男子或女子 服装都很特别 以赛夏族来说 赛夏族人常用菱形纹 线条纹等质纹图案制作衣服 每一家传承的图纹都不相同 传统质纹图案主要由红 黑白三种颜色交错变化而成 卢凯族以黑色蓝色或者红色为底部 将传统的白布蛇 桃狐图样仔细的缝制在衣领 衣袖裤脚以及裙摆之上 图案繁复美丽 至公精致典雅 头罐是他们的主要焦点 男子以白布蛇图样为主 加上山珠牙 围绕成一颗太阳形状的饰物 女生的头罐比较细致 华丽的珠袖 银饰 山珠牙 再加上百合花 显示鲁凯族人对百合花与百布蛇的敬重 不同族群的服装虽然不同 但都表现出自己的文化特色 多样化的服装将世界装点得更美丽 无论是饮食内容或者服装形式 都蕴含着一个族群的生活方式或者文化 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接受差异 才能共创和谐快乐的社会 谢谢你的欣赏 让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各位订阅